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九五四百四十九章 终生安四方 而方正啊 距离永乐大中最近 同时又是壮忠之人 所有的效果在他的身上更明显 脑海中闪过了一丝明雾 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路啊 所追求的东西 也是越发的清晰 拖动中锤再撞 咚 一声钟声响起 天上飞的鸟啊 水里游的鱼 地上跑的所有动物 都是停了下来 仰头看着天空 仿佛在聆听什么 思考什么 与此同时 山下一尺村 杜梅挺着大肚子 坐在炕上 无奈的揉着肚子道 哎呀 乖孩子啊 你快别提了 累坏了怎么办呢 然而杜梅无奈的是 这孩子十分好动 一直就踢呀踢呀 这也就算了 重点是 杜梅拿起来边上的彩超图啊 无比郁闷的道 哎呀 怎么就期待绕镜了呢 我可不想抛妇产呢 老娘也怕疼 一向凶悍著称的杜梅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真的要哭了 这么多天 还是没缓过来 她可不想肚子里 是肚子上啊 多了一个口子 就是刀口 难受 还丑 重点是 她始终认为 抛妇产不好 伤元气 对孩子和母亲呢 那都不好 能顺产 还是得顺展 但是绕了三圈的旗带 却仿佛判决输一般 反复啊 那已经判决了 最后那一道 傻孩子呀 你都绕镜了 你就不知道 反方向你绕回来吗 哎 苦了娘了 杜梅感叹道 她是真的很心慌 越是这样想 心里压力就越大 没办法呀 只能折磨杨华姐妹了 弄得杨华 现在都精神衰弱了 大半夜的起来 被踹起来上厕所 吃饭 一会就喊闲了 一会喊淡了 杨华就是跑远点 躲着呗 又怕大肚子老婆自己 在家有危险 只能天天顶着熊猫眼 被折磨了 对此 杜梅也没办法 她真的是很烦躁 不发泄一下 感觉自己都要疯了 就在这时啊 杜梅肚子里的小家伙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显然她肚子里的小家伙 并不老实 就在这时 咚的一声钟声响起 从那一纸山上落下 那一瞬间呢 杜梅只感觉心中的烦闷 还有担忧 瞬间是一扫而空 那感觉 她已经不记得 有多久没有感受过了 身心空明 轻松自在 仿佛心头的大山 一下子就被移走了似的 但是终生过后 杜梅又苦了起来呀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的期待 那心里难受啊 杜梅这才想起来 貌似今天鼓楼要竣工了 听到这声音 那肯定是来自一纸山的呀 这是钟楼挂起了钟 敲响了 杜梅心中也为方正感到高兴 但是想到自己 还是苦啊 咚 又是一声 那个钟声响起 杜梅心中有了准备 影响没有那么大了 虽然心中压力轻了不少 舒服了不少 但是依然有些沉闷和担忧 不过 就在这时 杜梅发现 肚子里的孩子 似乎在翻身 医生说过呀 没事 要往这个方向呀 做按摩 争取让孩子 自己翻身解开脐带 老娘做了这么久的按摩 杨花都快绝望了 也没见管用啊 怎么这一声钟声 竟然就有了反应了呢 杜梅惊讶过后 则是狂喜 赶紧摸过电话 给杨花打电话 想让杨花跟方正说说 再敲敲钟 然而 电话还没拿起来 第三声钟 响了起来 咚 动了动了 翻身了 翻身了 杜梅手舞足蹈的兴奋的叫着 将在屋子里的 做活的老妈呀 都给惊动了 连忙跑进来看情况 听到杜梅的解释 杜梅的妈妈也是无比的兴奋 甚至直接跪向了 衣纸山的方向 就磕头 念起了阿弥陀佛 为杜梅还有孩子祈福 咚 又是一声钟声响起 杜梅真的感觉 她那肚子里的孩子翻身了 你按照这个趋势 很快就能解开 期待绕镜这个麻烦 开心 兴奋 钟声中 她仿佛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 后河村的田地里 正火正拎着烧火棍 追着郑家兴打呢 一边打一边骂道 你个小王八高的 让你去给你媳妇买只王八 不不不 结果你给我买了一只老母鸡 你就这么抠门吗 咱家这么穷吗 你赌钱的本事呢 老爹呀 你别打了 王八那玩意 你说买就买吗 我腿我都快跑段了 也没有地方卖呀 我买的也不是一般的老母鸡 只是野鸡 郑家兴叫道 你个白痴 野鸡你大爷 野鸡是什么玩意儿 我会不知道 我小时候抓的野鸡 比脑门子上的毛都多 这是人工养的野鸡 根本不是山上跑的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还不如咱家的老母鸡呢 郑火吼道 哎呀老头子呀 你快消停点吧 买错了就买错了 以后多交交不就完了吗 郑家兴的老娘看不下去了 拉着郑火 郑火一肚子气呀 那层下就窜出来了 郑要喊 就听到远处 咚的一声 如同天音一般 哎呀在远处传来 整个人的火气 瞬间就散了 不过死要面子的他呀 还是瞪了一眼郑家兴 哼了一声 就回屋去了 哎 刚刚的钟声真好听 跟有人在耳边念经似的 心里舒服 哪来的呀 郑家兴的老娘好奇的问道 郑家兴一听 赶紧道 哎我知道 一指寺 绝对是一指寺 一指寺 不是刚刚修好了钟楼吗 哎 这多半是开始用了 好家伙呀 错过了 哎呀 红颜寺距离咱们这有几十里 红颜寺的钟声 可传不过来呀 不过 一指寺距离咱们村 可有一百来里呢 这咋就能听到了呢 哎呀 你们神神道道 得说什么呢 弄不清楚就去看看呀 不行 还就打电话问问 这钟声 这好听啊 要是天天都能想就好了 老太太道 郑家兴立刻打了电话 这电话呀 必须打 因为这钟声 免了一顿胖揍 童天山脉当中 一片琵琶围着的一个土坯的茅房 是茅草房啊 院子里种了一些草药 花蕊 还有一些大石头 石头上摆着茶具 边上放了几个小石头 一名道人坐在那里 拿起了茶杯 吹了吹 品了一口 然后悠哉悠哉的 笑道 唉 好茶呀 好茶 嘿嘿嘿 仔细一看呢 这杯子里哪有茶呀 只是扔了几片 不知道是什么叶子的叶子而已 不过乐天真人 却喝得是摇头晃脑 十分开心 琵琶外 也有放了一个小小的桌子 上面也放了一个茶壶 和几个茶杯 两块大石头充当凳子 琵琶院里的门口 挂了一个牌子 伊勒安天罐 边上还有一个废弃的牌子 上面写着通天道罐 本集播讲完毕